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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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席会认为说如果我们要去改善这个孩子的死亡率的话 研究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 你没有透过研究好好去掌握了解掌握所有的原因 事实上你没有办法去找到一个对症下药的一个方法 但是看到刚刚报道国卫院的一个报告 本席觉得真的是不足 刚刚我想次长林次长自己本身也说不足了 我们可以看到13年来 它总共才22个案子是跟儿童相关的研究 也就是说一年大概只有一件多这样子的一个速度 另外一个我仔细看一下这些研究的内涵跟面向 事实上它跟儿童重大疾病的研究有关的真的是为乎其为 就是很少有一些它是因应政策 然后它才好像是临时才设定这样的议题 但是我觉得对于儿童疾病的研究 我们应该有一个长期性深入的眼光 而不是急救这样的为了应付一个什么议题 我们才设定这样的一个研究 所以这个部分目前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样的一个高死亡率 底下我们可以看一下国卫院 他们现在的整个编制 虽然现在说要放在某一个组下面 但是本席会认为这样子的一个规划 事实上层级过低 你在一个你现在说要设在哪一个组下面 群体健康科学研究所对不对 好我问一下国卫院 你们设在这个研究所下面 你现在的进度怎么样 你要设几个人 要做多少事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议题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说我们现在 因为在现有的比较limited的经费之下的话 我们现在暂时暂时先在群体健康科学研究所下面设立这个儿童健康研究组 那目前的话呢是以现有的已经有在做这个儿童议题的研究人员大概四位 目前是这样子 四位 四位你们多少经费要做多少事 呃 经费其实还蛮少的 多少 呃 大概是我们大概现有的跟儿童相关的议题的话 每一个计划大概是呃 一百多万吧 所以不到五百万 你的意思就是说不到五百万 然后要来进行改善 现在目前台湾的整个儿童的疾病跟死亡的呃 原因的一些调查 这个真的是九牛一毛啊 太少了 这完全是不可行啊 好你好 请先请回 所以部长你听到了 按照现行这样的规划 你认为这样的规划我们要改善什么 可以改善什么 好我想首先我提一下哈 刚才提到的这个呃 大概去从去年以来 各位委员还有各位 包括李教授吴教授 很多的专家学者的建议 我们大概每一次都做过研究 那么也特别功劳都是在林副 林次长跟理事长 他们在努力 那第二个我想这个世界接轨 刚才委员提到的就是 现在全世界各国还是都有儿童医院 没错 太多了 而且有两百五百的 那研究方面哈 因为我本身就是那么多年 都是在这个研究 我们还是觉得我们不足 特别是在工位临床转疫 或者实证这方面 对 可能都不够 那我想这个我们明年会把它编入一个 重点项目 这个我是会努力 好 本期这边要特别提出来 事实上 之前为什么大家在呼吁要成立一个 国家级的儿童医学中心 我们看下一页 在原来的这个规划里面呢 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 原来在台大的 这个儿童的医院里面 他就原来是要在二十一楼 要设置这样的一个儿童健康的研究中心 当时是有这样的规划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不克责国卫院 因为当时就是要设在 这个国家级的儿童医学中心里面 所以国卫院才没有这样的编子 才没有做 但是呢 后来刚刚大家听到报告 几度的转折之后 我们现在台大的儿童医疗大楼 他的二十一楼二十一楼 现在是个问号 多外公告网站是个问号 台大医院今天有没有人来 我们这个副院长 来副院长 你们现在的二十楼二十一楼在做什么 原本要做的一个研究中心消失了不见了 我当然知道后来是因为钱不够 没有做 那你们现在本来要做研究 现在在做什么 本来要设立国家的那个细胞研究室 但是后来现在是医务人员在使用 医务人员休息室 好 不是休息室是宿舍 宿舍是不是 变成宿舍了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规划 我们对儿童的重视 真的是不足啊 从原来要设计这样的一个研究中心 现在变成是医务人员的宿舍 那你们的问题在哪里 钱不够吗 为什么这样子的一个研究中心消失不见了 副院长可以回答吗 今天院长没有来 因为本来的十六十七十八的研究部门已经够了 已经够了吗 所以我们的空间不太够之下 因为大家知道台大的那个地点 我们刚刚大家都提到 但是他是一个儿童医疗大楼 我知道 你现在那边的研究部门是儿童的研究部门 不是吧 儿童的研究部门还有部分的 副产科的部门 因为刚刚武理事长在提的时候 我们是考虑整个儿童的健康 不是从儿童开始 应该是从怀孕的妈妈开始 假如大家看 因为我们都是比较后面 更前端其实这个没有问题 更前端是要从产妇开始 因为从去年开始 全世界的已经把重点往前挪了 往前挪没有问题 但是本期担心的是根本也没有往前挪 我要问一下 刚刚教育部有报告 每年补助5.67亿的经费给台大 我们用在整个儿童医疗领域的研究经费有多少 台大做过统计吗 没有 要跟大家报告的是 教育部给的5.6亿是给所有的台大医院 不是只有给这边的 那你们这边分到多少 这边的儿童医院的 假如大家要看它的成本的话 是不够的 所以台大医院一直在出钱来补助 对本期的意思是说这个研究运用在儿童医疗领域 目前台大医院拨了多少斤可以在运用在儿童医疗领域 你们做过统计吗 没有特别 没有统计是不是 好那副院长请回 所以刚刚这样子问下来 大家就知道了 目前我们国卫院本身在做这个整个儿童医疗的领域的研究 的确是不足的 国卫院的副院长来了 你要不要请 也请副院长 所以报告人就会增加吗 刚刚四位就变成四十位吗 也不会吧 好你说 不会吧 报告委员 这个只成立 已经成立了 那我们国卫院来配合衛福部 在对于儿童医疗 特别刚刚讲的 那个年龄层的死因 疾病原因 做一些大规模 流行病学研究 在行为上会去增加 你要增加到多少 你现在只有四个人 预算是五百万 这样能做出什么东西 那就我们还有建立一个 合作的平台 跟郭大医院 刚刚这个部长有 包括过的 包括台大 产庚 馬街 一些医院的 我们就去建立一个合作平台 并不是属于国卫院 国卫院自己 单枪匹 而是整个 要一个平台在运作 那国卫院本身的经费 我们会跟卫护部配合来增加 好 那部长来讲一下 国卫院的经费 还是来自你这边 你刚刚已经听到了 就是说国卫院的预算这么少 五百万 那台大医院 教育部拨下去的 光台大这个系统 他们运用在儿童的 其实也拔不出来 表示那个比例也是低的 那这个部分 你要怎么改善 我们既然未来已经 希望来重视儿童医疗这个领域 我们将来设置的同医院 那在研究这个部分 更是要有专职的单位 好好的去做 我觉得才能把我们的医疗水准 进一步再做提升 那这部分 你你愿不愿意怎么承诺 我们要怎么去改善 怎么做 一般我们的研究经费并不很多 在卫生署里面 我们大概有一半是在国卫院 那其实真正这个 我们还是要把这个 我们到一个时间 会请很多专家来 研究明年度的题目 然后这个专家呢 就我们这一次 就会再加强 刚才讲的这个儿童的方面 那么另外呢 还是最后还是要跟国科会 或者是跟科发基金 我们会再做一些努力 大概 所以你们部里面本身 对于研究经费编列是低的啊 一直都在降 每年都在降 为什么 这个是趋势了 但是我想各单 各单位趋势 不过 因为这是统三的关系 所以我想 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个儿童的项目 再摆 priority 里面再努力一下 这个部分 一定要排在一个优先的顺序 要不然你做的这些儿童意愿 它只是一个整合 对你整体的这个技术的提升 你如果没有一个研究 做一个base的话 我觉得很难 我会特别注意这个 对特别是改善我们这个整体的儿童的死亡率的目标 怎么迎合这个联合国千禧年的目标 我想这个部分 我们大家要共同去努力 所以在本协会的临时提案 我要要求这个部分 我们应该要专人 然后专者好好来处理儿童这个健康研究的问题 好不好 好 谢谢 谢谢